加拿大的慈禧志工定期前往 社区的养老院与长辈们互动 除了安排有趣的活动 也准备可口的餐盒推广蔬食 小心翼翼挖起果肉 放进优格 再摆上自己最爱吃的水果 五颜六色 心情好 胃口更好 无法走出房门的 还有小志工白敲门 亲自送上可口的蔬食便当 可爱的让人难以拒绝 加拿大慈禧人关怀金星银法村 十多年 每次的到访都能够让长者们开心 谢谢 非常好 每次来的节目都不同 分享了很多食物给我们 分享了很多爱心给我们 然后教我们做运动 在温哥华圣诺瑟医院 老人中心的长者们等待这场 与佛活动已经四年了 因为新冠疫情而停办 再次举办用的是大家最熟悉的 广东话做引导 就是这份用心能够让孤单的心 总能填满爱和关怀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宫 加拿大综合报道